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我要上春晚的五位资深评委 吉佳景老师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出国以前主要从事作曲音乐教育和对中国古典音乐的研究 1987年赴美国休斯顿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身造 主修作曲 毕业以后在爱丽夫乐团任指挥 而后致力于音乐教育和20世纪西方作曲理论研究 创办了小提琴音乐学院和雅美演艺集团 还著有20世纪西方作曲技法 詹燕文老师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 曾任教育中学的音乐教师 亚马哈儿童音乐班讲师 休斯顿音乐教师协会和全美音乐教师协会会员 全美音乐家的工会钢琴鉴定考试 休斯顿地区的理事主席 曾任狂飙合唱团 中华合唱团 长风乐集 菩提合唱团 松年学院合唱团的指挥和伴奏 1990年在休斯顿首次演出黄河大合唱中 担任黄河院女高音赌场 2004年为美洲菩提中心募款 筹划了春之声联合音乐会 演唱了15首中外的艺术歌曲 2009年应台北经文处邀请 到Alexander举办台湾风情照片展当中 弦乐四重奏伴奏 演唱数首台湾民谣和艺术歌曲 女高音歌唱家林静来自中国大陆 2010年在北京华冰大剧院和多名歌大师同台 演唱歌剧《丑角》中的Petio一角 三月份又获得五大湖NATC声乐比赛的第一名 同时获得Rafael Apperman的特等奖 四月份他又获得伊斯曼音乐学院举行的 2011年Lotalaya Competition的第二名 也是唯一的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 肖季老师旅居美国以来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 曾担任过修顺市桥界多个音乐团体指挥 并多次担任海华音乐会指挥 1990年成功指挥了美南地区首次双钢琴伴奏 黄河大合唱演出 1998年成功指挥了由管弦乐队伴奏的黄河大合唱演出 2013年5月成功策划和筹备修顺全桥界参与的 大型交响乐合唱音乐会中华旋律岁月甘全 并成功指挥由交响乐队伴奏和160多名合唱团员演唱的 大型叙事合唱组团岁月甘全 毕业于上海戏籍学院表演专业的辛建老师 曾担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专业演员 芝加哥东方艺术团的艺术总监 演出话剧包括哈姆雷特等等 参与了几十部的电视剧的演出 包括《金生金事》《西乡记》《刘少奇1949》《少年康熙》和《大宅门》等 在休斯顿担任东方艺术教育中心表演老师之后 参与并担任了由亚裔社会德州中心创办的 清格力士话剧男主角 并在美国巡回演出 在美国产生巨大影响 毛巡回省 刘独行 毛巡回省